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Jangan seorang pun menganggap engkau rendah karena engkau muda Jadilah teladan bagi orang-orang percaya dalam perkataanmu, dalam tingkah lakumu, dalam kasihmu, dalam kesetiaanmu, dan dalam kesucianmu Sementara itu sampai aku datang, bertekunlah dalam membaca kitab-kitab suci, dalam membangun dan dalam mengajar Jangan lalai dalam mempergunakan karunia yang ada padamu, yang telah diberikan kepadamu oleh nubuat Dan dengan penumpangan tangan sidang penatua Perhatikanlah semuanya itu, hiduplah di dalamnya, supaya kemajuanmu nyata kepada semua orang Awasilah dirimu sendiri dan awasilah ajaranmu Bertekunlah dalam semuanya itu, karena dengan berbuat demikian, engkau akan menyelamatkan dirimu dan semua orang yang mendengar engkau 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 你要引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 要在这些事上横行, 因为这样行, 又能救自己, 又能救听你的人。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感谢您所赐的时间和机会, 让我们今天能够置于在祷告会中。 我们也感谢您所赐的机会, 让我们能够再次思想你的话。 主啊,我们实在地求祢指导和指示祢的真理。 并且帮助我们不只是一个听到的人, 更是一个行到的人。 我们把这段时间完全交在他们手中。 在祷告祖耶稣的声明,我们祷告。 阿们。 一晚, 有一个大教堂的一个大教堂的牧师, 他在教会那边去, 要支持一项那边的节目。 那么那个牧师并不打算长久在教会里面。 因此,要把车停在教会的大门口。 他在教会不久的时间, 然后他就上了车回他去。 那么一天呢, 这位牧师就看到他办公室的信箱里发现了一张纸条。 那么纸条上有写着这样的字。 这是一个小事。 那么这是一个小事。 那么教会有一个人这样的说, 这个人随心所欲的就把车停在不可停车的地方。 他说牧师,我们已经尽力而为不叫人家停车在不可停车的地方。 那么我们希望牧师也能够跟我们合作。 那么我们也非常希望牧师跟我们在这一点事上跟我们合作。 那么这个字条呢,是由一个教会的普通职员的名字。 那么这个牧师看了字条之后,他知道了他错了。 他知道说写的是对的。 但是他曾经这样子想过。 我原本不可以停在那边。 但是我这是牧师,我是教会的祖堂牧师。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应该是一个例外。 那么这个字条里面明显地写出,对于牧师也没有任何的例外。 牧师也不例外。 那么牧师也不例外。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思想的题目就是一个信徒的一个主题。 那么这个成为榜样呢,就是说,在任何事实上,我都不是任何的例外。 我也并不是有特别的例外。 所以说法罗罗对于Timothai在十二节告诉他说,应该怎么样做。 所以说,当时的Timothai是在什么情况之中? 那么那个Timothai的第一位呢,就是他是一个年轻的领导人,而且他是一个有特别的责任的一个位置。 那么其中一个责任就是要教导真理。 实际上,这个丶选拥都不是个棍查的议 senhor。 所以这个责任,这个任務呢不是每一个人的一个职世。 而是对于某些人罢了。 但是保罗说,不只是一个领导人或是一个教导人,而是他要成为帮养 即使保罗在那边有一个很大的地位,或者是很大的 但是他也不能够成为例外,所以他不能够做这样 Bahkan justru, sebagai pemimpin rohani,他就必须能够呈现出他的帮养 即使保罗说,保罗把这个命令赐给 Timothai 那么,保罗自己是不是一个例外呢? 所以, jawabannya jelas, tidak,保罗 tidak dikecualikan 那么,答案可是不是的,因为他不能够成为例外 如果我们看所有保罗所写的信,我们知道他也不是这些东西的例外 所以,对于保罗也不可以留例外 那么,注意, Timothai是一个年轻人 我认为他年轻人的年轻人 大约他的年轻人是在三十岁左右 那么,他们可能就认为 Timothai太年轻了 而且是小看到或是轻视他 那么,他们可能就认为 Timothai太年轻了 那么,他们可能就认为 Timothai太年轻了 那么,他们可能就认为 Timothai太年轻了 所以,当时保罗叫 Timothai太成为帮样 即使他还很年轻 那么, Timothai太肯定不是说,我还年轻 我还没有任何经验 我还没有任何经验 我在心心也不是很成长 或者,我还有一些年轻人的破裂 很多时候就会犯错 那么,他们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那么,时保罗不允许 Timothai太年轻的理由 来拒绝一些事情 那么,并不是受年轻的限制 一个人不用说一定成长才能够成为帮样 那么,年轻人也能够成为帮样 包括成为年轻人的帮样 那么,我个人方面呢 我从年轻人学到很多东西 那么,年轻人那个帮样 那么,年轻人的帮样呢 是有一个态度就是 我并不是有任何的例外 我要学习的一个开始 那么,从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 我要学习怎样关于帮样的事情 那么,并不是看得见的 那么,并不是看得见的 但是并不是看不见的内心或属灵的生活 那么,我们要看看 要注意时度 那个 Timothai所要注意的范围 就是在言语上 行为上 爱心上 信心 和清洁上 那么,这些范围的帮样呢 是别人都看得见的 那么,因为能看得见,能看得见的 但是,并不仅仅是外在的 或者是性能的 或者是在形象上的 不是因为外表的形象很好 因此,别人能够看得见 那么,并不仅仅是外在 其他人都看得见的 那么,并不仅仅是外在 并不仅仅是外在 并不仅仅是外在 那么,并不仅仅是外在 并不仅仅是外在 并不仅仅是外在并仅的并仅 他们穿着长袍 并不仅仅是外在并仅 他们祷告 看到,被人家 很多人看到他们的天神 那么,并不仅仅是外在 那么,并不仅是戴着面具的生活 keteladanan itu adalah satu hal yang merupakan manifestasi yang terlihat dari kehidupan di dalam diri kita yang beres, yang baik, yang benar 那么,并不仅是一种 是从我们外表跟我们内心 别人能够看得到的东西 实际上,看过你的表情 我们看看关于演语上的并仅 实际上,我们所示的并仅是 这个表情它的 实际是 那是按明基地的 那么,甚至告诉我们 我们的言语是我们内心状态的情语表 因为耶稣曾经说过 我们口所说的是从我们心里发出的 无论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呢 我们所说都是我们的内心的一个反应 另外就是关于人爱的那个 방样 我们知道人爱是圣灵的其中一个果子 圣灵的那种果子是在我们的身体 在我们的内心中的果子 那么圣灵的果子是我们从我们的内心 我们的内心和内心的手法做接触的果子 从我们的工作中的果子 那么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所做的果子 就能够在我们的行为上散发出来 那么在清洁上也是一样 那么清洁并表示是我们能够去脱离一些 误会上或者是一些没有道德的事情 而且清洁是我们内心的品质就是在我们的思想上 我们的意念上 所以说这一点很严重的感觉 非常紧紧相关 所以说这一点很严重的感觉 这一点很严重的感觉 所以说这一点很严重的感觉 那么这样的感觉呢 跟我们的前程生活是相关的 所以说当我们的感觉 我们的感觉 这一点很严重的感觉 这一点是什么事 如果我们看到的感觉 或者是品格 别人不能够看到的 因为这一个人的感觉 但是我们内心的生活 就是说这一点很严重的感觉 就是我们的感觉 会出现的感觉 从我们的感觉 那么这一点很严重的感觉 那么别人所看到的感觉 是从我们的内心流露出来的 是能够看到 别人能够看到我们的行为上的感觉 那么提示的很重要 就是能够成为感觉 就是能够成为感觉 我们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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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成为榜样的要素 就是要怎么样的 塑造我们的品格 塑造我们的灵命 第二 那么榜样呢 应该是经历成长 那么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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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严重的行为上 爱心上 信心上 跟清洁上 都要成为榜样 那么这样是一个 非常综合性的要求 但是呢 这个不是说 要求一个人成为完美的 因为他实际上 没有任何完美的人 因为他实际上 没有任何完美的人 因为他实际上 没有任何完美的人 可能我们知道 因应上能成为榜样 但是在清洁上 不能成为榜样 我们不可以 因应为满足 所以 Timothy被呼召 成为这些方面的榜样 diminta untuk menunjukkan keteladanan 在 area-area mungkin 他 sebagai seorang yang muda itu mungkin kurang terlihat adanya keteladanan itu sebagai seorang yang masih muda Timothy被要求 在这些方面 要成为榜样 因为他可能 还很年轻 可能别人很小看 他年轻 可能在这方面 有所不足的地方 artinya Timothy harus bertumbuh dalam keteladanan itu 所以 在这方面 Timothy应该 这方面 成长 我们注意 第十五节 这些事 你要 引擎去做 并要 在此 专心 使众人 看出 你的 长进来 你要注意 一切 这一切 这些事 那么 这些事 就是 保罗 从 第十一教 十四节 所说的 包括十二节 就是 关于 成为榜样的呼召 Paulus ingin Timotius memperhatikan hal keteladanan itu secara penuh secara serius 那么 使得 保罗 要 要 严重的 看待榜样 Paulus ingin Timotius memberi diri sepenuhnya segenap hati segenap jiwa untuk hal keteladanan itu 那么 保罗 要 全心 全力 在 这个 榜样 下功夫 保罗 sangat berharap ada kemajuan ada progress di dalam hal keteladanan Timotius 那么 保罗 也非常 希望 Timotai 这些 榜样 上 能够有 长进 而且 这些 长进 都是 别人 看得见的 所以 在这方面 Timotai 被呼召 要在 这些 榜样 上 这些 成就 如果 他 sebagai seorang pemimpin tidak bertumbuh bagaimana dia bisa mengajak orang lain bertumbuh 如果 做 一个 领导 他 不能 成长 别人 怎么 能够成长 呢 adanya kemajuan atau pertumbuhan ini adalah bukti nyata adanya relasi yang mendalam yang bertumbuh dengan Allah di dalam hidup Timotius 那么 Timotai 这些 方面 如果 他 有 长进 的话 就能够 选取 他 跟 Maka sekali lagi kita melihat kuncinya terletak di dalam pembentukan rohaninya yang ketiga keteladanan itu impactful keteladanan itu punya dampak 那么 panjang itu penting karena itu impactful memberi dampak bahagian mengatakan seperti ini di ad 16 awasilah dirimu sendiri dan awasilah ajaranmu bertekunlah dalam semuanya itu karena dengan berbuat demikian engkau akan menyelamatkan dirimu dan semua orang yang mendengar engkau Paulus minta Timotius mengawasi bukan hanya ajarannya tetapi juga dirinya mengawasi karakternya mengawasi tingkah lakunya dan Paulus mau untuk Timotius serius memperhatikan itu Paulus berkata dengan berbuat demikian kau akan menyelamatkan dirimu dan semua orang yang mendengar engkau sudah tentu Timotius bukan pribadi yang bisa menyelamatkan dirinya atau menyelamatkan orang lain hanya Tuhan yang bisa tetapi disini bicara mengenai proses keselamatan yang dijalani dalam proses ini Timotius punya tanggung jawab untuk mengerjakan keselamatannya dalam proses ini Timotius punya tanggung jawab untuk membimbing jemaat mengajar jemaat di dalam menjalani proses keselamatan itu maka dengan mengawasi diri dan mengawasi ajaran Timotius itu menolong untuk menjaga dirinya dan menjaga orang lain dari bahaya bahaya apapun yang bisa menyelewengkan mereka dari perjalanan iman jura paulus berkata hal keteladanan itu tidak boleh dipisahkan dengan hal pengajaran ini pelayanan Timotius kalau keteladanan itu hilang maka kuasa di dalam pengajaran itu juga menjadi kosong dan tidak akan menjadi berkat bagi orang-orang yang dia layani Timotius dipanggil bukan hanya menjadi orang yang baik dalam hal ajaran tetapi juga orang yang menjadi teladan dalam hal kehidupannya kehidupan seorang pelayan itu adalah pemberitaan itu adalah khutbah yang paling powerful sehingga kita tidak bisa membela iman Kristen hanya dengan sekedar memberikan kata-kata pembelaan tetapi kita membela iman Kristen pertama-tama dengan menunjukkan Kristus itu nyata hidup di dalam diri kita Kristus itu ada di dalam karakter kita tanpa Kristus ada di dalam hidup kita kita tidak punya apa-apa untuk kita bisa katakan di dalam pembelaan kita oleh sebab itu keteladanan itu sangat penting karena ini berdampak bukan hanya untuk diri kita tetapi juga untuk orang-orang lain yang melihat hidup kita Billy Graham pendeta besar di Amerika Serikat pernah berkata begini kita ini seperti Alkitab Alkitab yang dunia sedang baca kita ini seperti kotbah-kotbah yang dunia ini sedang dengarkan seorang yang bernama D.L. Mudi pernah berkata kalimat ini ketika kita sebagai orang percaya membaca Alkitab jangan lupa ratusan orang lain sedang membaca hidup kita hidup kamu dan hidup saya jadi begitu pentingnya maka Paulus mengingatkan Timotius untuk menjadi teladan kiranya panggilan ini adalah panggilan yang sungguh-sungguh kita dengarkan dan kita hidup kita sebagai orang percaya amin mari kita ambil waktu untuk berdoa secara pribadi kalau saudara bisa berlutut silahkan saudara bisa berlutut renungkan hal ini apa yang sudah Tuhan katakan melalui firman Tuhan hari ini bagi saudara dan apa yang ingin setelah katakan kepada Tuhan setelah mendengar firman Tuhan hari ini mari kita ambil waktu kita berdoa secara pribadi di hadapan Tuhan kita kita berdoa ti GOT ter t усл mel W Ter ha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